你是没道理你还说什么呀 说但是说但是 他在他的朋友面前 喜欢这样不顾我的面子 然后我出学的时候 在我的朋友面前也是一样的 前年暑假 我带着他去凤凰玩了一趟 那时候 那边有几个很久没见的朋友 头天晚上是他们请我吃顿饭 然后呢在饭桌上 你一杯我一杯的 我感觉我又喝得挺多的 不行了 我就在推他们的酒 然后他就在干什么 他在桌上上面推一下我说 他说可是那时候你才喝了几杯 就说不行了 那是你朋友带我们出来玩的呀 大家玩就要玩得尽兴 你这么扫面子 然后呢 但是我对我自己的酒量清楚 我知道我只能喝这么多 就到此为止了 而且大家也不是喝得不过酒 但是你那个时候做的什么 他那个时候做的什么知道吗 他拿起我的杯子 那是你当时跟个娘们一样 你又替你喝了几杯呗 你替我喝的那是几杯吗 那里晚上喝的比我还多 我后来凌晨一两点的时候 还在闹肚子你知道吗 你要这么逞强干什么 他这样搞得我以后 都不好意思叫我那几个朋友 去吃饭 我那几个朋友吃完那顿饭 第二天和我说 他说你女朋友 怎么比你还能喝呢 是不是比你能喝呀 他不是比我能喝 他是比我能逞强 我觉得他非常不理智 喝多了是吗 对 所以心疼他是吧 对 这是为你好啊姑娘 适合多了 适合多了 你干嘛要那个墙呢 我的酒量是比他好一点 我发现你好像对女人 也不是特尊重啊 没有啊 你还记得你刚才说什么了吗 你说他像什么一样 像娘们一样 所以啊还有别的吗 就诉苦你看 我们之间的这种小的矛盾 太多了 但其实真正的导火手 还是去年毕业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工作事情 我和他有很大的分歧 那时候我按照我家人的想法 准备留在湖南本地工作 但是他呢 他只想要去深圳 广州 我觉得我们刚刚毕业 就应该脚踏实力一点 那我学的专业就是机场管理啊 既然深圳那边有适合我的工作 我为什么不去啊 但是你也知道啊 我家人并不同意啊 这边也有港位 虽然待遇没人那边那么好 那我就是觉得那边 比这边发展情景大 然后我们因为工作事情 几乎每天要吵三次啊 到后面矛盾就越来越激化 他就跑到他一个人 跑去深圳那边工作了 要不是在学校那边 找到了他的闺蜜 去问清楚这种事情 我都不知道 后来我就带着他的闺蜜 一块去深圳 然后我那天下午 在他公司楼下 等着他下班 他下班下来 看到我马上就回头了 那当时我不想看到你 后来呢 后来我既然来了 我觉得我还是 应该和他谈一谈 然后我就跟问他 跟问他走到他住的地方 他还是不愿意回头 和我说任何一句话 让他一个招呼也不行 就是他回家了 他要打个招呼也不行 他就把门框的 剩光上了 我觉得他 总会下来的 我就在他 睡的楼底下 一直等着他 那我当时不是下来 跟你谈了吗 你那是什么时候下来的 第二天早上才下来的 等于这姑娘晾了 她一夜是吧 她要是晾了我一夜 能和我好好谈 也就算了 但是她根本就 没有好好谈 那我当时能跟你谈 就算不错的了 她当时站在我面前 她在前面走 我跟着她 然后她一边走 一边数一钱 就是这样 她一边说 这个也是你的错 那个也是你的错 我说好好好 都是我的错 我还要好好劝她 我说以后这些事情 我都会更加注意点 我也可以给你 写个保证书 我保证以后在家 你现在说这个保证书 你说到这个保证书 我就来气 我当时是给你回来了 但是我最后回来 就是这件事情 我回来你是个什么样子 写什么保证书 我当时在家上面写的是 我说以后我的工资 可以全部上交给她 还有以后家里的家务社 也都归我做 而且我也不会再沉迷玩乐 不玩游戏 再也不约别的女孩出去玩 那你做到了吗 我没做吗 你有做到吗 我一回来 你整天不是玩游戏 就是睡觉 每天我上网班回来 我还要做家务 我还要做饭给你吃 你不是说 剩下工资给我的吗 剩了吗 我的工资都比你高 你是一个男人吗 我还是想买一个包包 换装品 你买得起吗 你今天拖她来的 你来干吗 我主要是想 我觉得她作为一个女孩子 虽然我现在的工资 是没人她高 但是她也不能 虽然践踏我的自尊心 她践踏了你怎么着吧 刚才她又践踏了 当着我们这么多的人面 对吧 我一直希望她能够改 希望今天在这里 她能够改掉 她身上的一些患毛病 当然我也知道 我有错 我的工资没有你高 我养不起你 不是你直接说 你说你今天来干吗 我今天就是 想让她改掉 改掉她的坏脾气 人家要不改呢 她如果 还是不愿意改的话 我觉得我们 也只能走到今天为止了 我没话说